快點 趕快點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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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言要潑鹽酸 警方到場 連忙閃避 場面一團亂 還可以看到通緝犯的媽媽 在門口神情慌張 三十多歲的周姓嫌犯 挾持媽媽揮刀拒捕 還朝遠景潑鹽酸 為了就是不想因為毒品 髒物案被歸案入獄 但其實他這樣大鬧 已經不是第一次 2015年9月他和太太 在美濃岐山等地販毒 被警方上門逮捕 結果他威脅說要咬蛇親身 而他的妻子 則是抱著小孩 在一旁幫槍阻擾圓警 警方說他之前就拿過孩子 當人質拒捕 還企圖開車衝撞圓警 他只要警方到他的 就是要去逮捕他 或者要去接觸他 他都是非常的激動的 鄰居說中心男子在家 就常跟媽媽吵架 這次警方上門要逮他 他還把媽媽當擋箭牌 疑似是老母親 耐不住兒子耍賴 也配合演出 幸好警消都出動大陣仗 嚴陣以對 這才化解危機 記者SNG小組高雄報導